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香港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限制基础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选举制度 包括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符合一国两制方针 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 确保爱国者治港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近几年来 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 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 公然鼓吹港独等主张 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平台 立法会和区议会议事平台 或者利用有关公职人员身份 肆无忌惮 进行反中乱港活动 极力瘫痪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运作 阻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施政策划并实施所谓预选 企图通过选举掌控香港立法会主导权 进而夺取香港管制权 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 通过立法行政等方式和驻港领事机构 非政府组织等渠道 公然干预香港事务 对我国有关人员粗暴进行所谓制裁 明目张的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 撑腰打气 提供保护惨 这些行为和活动 严重损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限制秩序和法制秩序 严重挑战宪法 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权威 严重损害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严重破坏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必须予以坚决反对 并采取有利措施 防范和化解风险 香港社会出现的一些乱象表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的选举制度机制 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 为反中乱港势力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制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此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消除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风险 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 确保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施政和有效治理 确保香港一国两制实践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早在1984年6月 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 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 就是必须有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什么叫爱国者 爱国者的标准是 尊重自己民族 诚心诚意 拥护祖国 恢复形势 对香港的主权 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 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爱国者治港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意 香港基本法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以及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规定 贯穿着有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港的原则 要求行政长官 主要官员 行政会议成员 立法会议员 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 都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019年10月 党的19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 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从宪法和基本法实施 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港 2021年1月27日 习近平主席在听取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020年度述职报告时强调 香港游乱极致的重大转折 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 那就是要确保 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 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 这是事关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 根本原则 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 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 全面管制权 才能得到有效落实 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 限制秩序 才能得到有效维护 各种深层次问题 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香港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应有的贡献 香港特别行政区 实行的选举制度 包括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必须切实贯彻 和全面实现 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之港的政治原则和标准 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二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要求 重要原则 基本思路和推进方式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从制度机制上全面贯彻体现和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确保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力量手中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 必须遵循和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 一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二是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三是坚持依法治港 四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 五是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 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 重新构建和增加付权为核心 进行总体制度设计 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 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 并赋予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 和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 通过选举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 和更加广泛的代表性 对有关选举要素做出适当调整 同时建立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 进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 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 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实行的选举制度 是根据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解释和决定 以及香港本地有关法律规定确定的 香港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等 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以及有关修正案 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 在综合分析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 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层面修改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 主要是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 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同时考虑到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 相关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本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 可以只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不涉及修改香港基本法证文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经认真研究 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 提出采取决定加修法的方式 分布予以推进和完成 第一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 做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明确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修改完善的核心要素内容 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第二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 香港基本法 香港国安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 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和附件二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修订后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 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在国家层面完成对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后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据此对本地有关法律做出相应修改 2021年2月27日至28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26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 关于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和有关建议的报告 会议同意国务院这个报告提出的 关于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建议 在此基础上 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 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结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具体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 拟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 决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三 关于决定草案的内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分为岛屿和正文两部分 岛屿部分额要说明 做出这一决定的目的和法律依据 这一制度安排 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 符合香港基本法 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 将确保实现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 有力保障香港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 决定草案正文部分 规定了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修改完善的核心要素内容 同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 在研究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过程中 统筹考虑了做出本决定和下一步修订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有关问题 并以做出相应的工作安排 全国人大做出决定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根据本决定 会同有关方面 及早启动相关修法程序 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修订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经依法公布实行后 原附件一和附件二以及有关修正案 同时废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和以上说明 请审议 欢迎访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